欢迎收看《谈古论经》 画中医 神儿育女是一个民族延续下一代的起点 但是现在生活非常的繁忙 想要孕育健康的下一代比以前困难许多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做好神育计划 如何做好筛检计划 打造一个专属于您的优神计划 很高兴邀请到徐慧英中医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徐医师您好 您好 全球各位观众大家好 徐医师好 我觉得现在不要说跟以前比 就是我这个年龄 可能跟小我十岁这个年龄来比的话 我们这个年龄可能三十几岁之前结婚 生儿育女还属于普遍的状况 现在可能都已经超过了三十岁之后才结婚 甚至有些四十岁才想说 我应该要有一个孩子才想要受孕 那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慢慢的增长 对于受孕的几率肯定应该是会下降一些 那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现在台湾人口老化 然后我们发现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生 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事业 各方面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所以对于不应证的这个定义 现在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做了一个修订 新的修订 对 就是说三十岁以前你一年没有怀孕 那才叫不应证 三十五岁呢半年 就年龄越大 他的时间要越短才是 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年龄跟受孕率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们提倡年轻人其实早一点结婚 先生的适应力对新家庭的适应力会改善以外 你对于受孕也是有影响的 大家可以看到三十五岁呢 你看只剩下三十七%自然受孕 三十五岁以上二十九% 你看越来越掉 到四十岁以上就很难 是 不过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女性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孕育计划是很重要的 所以除了年龄之外就是影响一个怀孕嘛 但是体质应该也是一个人 容不容易受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 当一个人想你 比如说我要结婚了 那因为年龄的关系 或者是 我打算我要怀孕了 你应该对你做体质 要有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 就是女性来调整就对 其实男女都需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人是吃五股杂粮 难免生病 生活环境 饮食 睡眠这些习惯呢 会改变使我们的体质 是 体质除了先天以外 还有后天的影响 那基本上呢 比如说我们气虚的人 他卵排了以后 就不容易被你自己的宿卵管catch到 而且也是气推血型 所以你气血的循环就不好 你就会不容易受孕 那有的人呢 阳虚的体质 就是他体质是比较寒的 那宫寒就好像这个土太冷了 百物不深 所以也不容易受孕 那还有一种呢 是阴虚的 就是说你的血液 你的精液 是不足的 当然相对的 你的卵子也会不好 那阴虚 然后阴虚有时候又会有火 然后他会上火 这种人 一吃补就上火 那不吃又人又累 而且这种人 现在熬夜的多 阴虚体质多 还有人因为情绪的因素呢 你吃多 然后呢就发胖 这种人是属于痰丝的体质 所以这样也不容易受孕就对了 对 他痰丝体质 就会像多量性卵巢 就是比较偏向于痰丝的体质 他就不容易排卵 那还有的人是属于比较湿热 比如说痘痘很多 火气很大 那你的环境里面太热了 也是白草不深 比如说子宫内某异味症 也容易有热的现象 还有一些 比如说白带多 黄色的白带 或者是下体有异味 这些都是属于湿热体质 是 情绪的因素 气的停滞会导致气域 经络的不畅顺 都会导致气域 那这样的体质也是不容易怀孕 是 或者是你每次很容易瘀血 出血是什么意思 一碰撞就瘀血 或者是今来有血块 甚至于你舌头一看 是淡紫色的 像这样子的不正常的 有个偏向 因为怀孕是一个 非常细腻而精致的工作 你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手表的齿轮 有个地方稍稍卡住了 这个时间就不准了 你就走不准了 那我们如果在体质上 有所偏差的时候 你也非常的容易 你查不出什么原因 但是说 对不起 我就是不怀孕 那你可以透过体质的调整 来把你身体得到最好的 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你也比较容易 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您刚刚讲嘛 就是跟那个软子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可能不好附着 或甚至他很排的太少了 或是不排了 也就造成他不孕的症状 所以是每个人的排软 都是有固定的吗 就是说每个人 天生用的软子是固定的吗 是 我们天生的软子 其实是有一个数量的 就是说 从大家可以来看看 大概如果妈妈是怀女胎 这个baby她在胚胎的时候 大约有七百万个 可是到她出生的时候 她只剩下三百万 去掉一百 为什么 两百到三百之间 这是自然现象 对 她会自毁 到了你开始MC要来了 你才剩三十万个 这比例下降很大 对 你要知道 我们事实上每个月 当我们在三个月前 就是你这次月经来前的三个月前 我们就开始有软母细胞 还是在发育 那么到你差不多 第三个月的MC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将近十颗卵 一起来成熟 成熟以后 她才会有一个最好的卵 继续长大长大 长大都 碰 卵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一个女人一生中 大概四五百次的月经 那她每天大概有差不多 一些卵自己在销毁 所以才会从这个时候就开始 其实你会发现她越来越少 那现在的小孩 月经来得早 大概十岁就来了 那她到五十岁 顶多就是四十年 那你中间如果有生育 那就会停个一年 所以卵有很多 但是成熟的量 还有她 当她开始成熟到一个程度以后 她会自毁跟消失 所以我想问一下 卵子它是会自毁跟消失 但是它本身有没有就是好跟不好的区别 当然了 也是有 对 你越年轻的时候 她的能力越好 越老的时候 她的能力就会越差 所以所谓的优势卵炮 就是说我虽然有好几个卵在开始成熟 但是只有一个 就好像你嫁老公只选一个 对不对 你不会选两个 那你最后就是有一个出来 所以我们在调整体质的时候 会也顺便调整卵子的这个优质吗 对 你如果生理状况越好 当然你在发育成熟的卵子 它的状态会越好 那中药呢 比如说我们在调肾因虚 这个方面 它就会对优质卵炮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中医在调整女孩子要受孕的体质 除了体质本身也会顺便帮她看卵子的这个部分 也会去调整 那女生调完了 应该男生也要顺便调一下吧 是 男子的精益 他必须首先要做检查 就是精益检查 看她 她的PH值 她的精虫的数量 精虫的活动力 她的正常的形态 以不正常的形态的比例 那这是男生要查 那女生当然就是相对的就是卵子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的疏软管要通 除了我们本身的那个器官的那个 是没有问题好的之外 那个管道也是要通就对 很多人现在是因为疏软管不通吗 不受孕的原因 是 有尤其是有发炎死 发炎死是疏软管发炎吗 还是 就比如说我们阴道发炎 然后它会可能会导致上行性的感染 那么上行性感染就是从子宫内膜到疏软管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 是因为子宫内膜异味而造成的 子宫内膜异味的时候 它如果异味的状态是在疏软管 那么它就把它阻塞住了不同 所以发现自己不孕的时候 你疏软管的检查 应该是首先必须要去做的 那它做的时间还有一点诀窍 就是说你必须在MC刚过 刚干净就要做 因为再接着 大家知道我们的排卵是在预定的 下次月经前14天排卵 你不能它排卵了 正在吸卵的时候 那你把它 戳破了 不是戳破 你还要戳破它还不容易 就是说你刚好把它通气 或者是打药 然后你是这样往外吧 那你本来卵要进来 你就把它 推 对 或者是你如果说太晚一点 它已经受孕了 我们排卵以后 这个金虫就要很努力地 跑到那里 然后进去 所以怀孕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奥妙 虽然现在人工生殖 可以把这个金虫 金虫不进去对不对 我们洗了把它拔进去 都可以 但是这个受孕卵 它受孕了以后 它滚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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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一边长大 然后到了我们子宫腔 拆着床 那对于不孕 我想中医调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通常中医是怎么样调理呢 第一个呢 当然我们会了解卵子的状态 比如说它卵 有一个检查叫AMH 那么这个数量是OK的 它的荷尔蒙是正常的 那我们体质做一个调整 让它处在最好的状态 最适合这个受孕卵的 着床跟长大 那在临床上 就是夫妻两位一起去看的比例 跟女性单独去看的比例上 是有什么样差异呢 我们应该这样讲 大概有30%左右的不孕 是男生的原因 尤其是有的就根本就是 它不是不够 要不然就是死经太多 还有的是小时候有腮线炎 这也会有影响 对 然后引发这个男性的无精症 这普遍吗 不是非常普遍 但是就是会有 了解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 她还常常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女孩子她本来没结婚 没有性行为之间 她还蛮好的 月经也蛮regular的 但是 她的先生是 她的经营是有问题的 当这样他们结合的时候 非常容易导致 太太不正常 为什么呢 对 阴阳嘛 它就是会产生干预 然后当我们把太太 调理好 调理好了以后 我们觉得 已经三个月了 她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 她还是不一 所以就往先生那儿找 我们就会 很坚持的先生 应该要做检查 其实这个问题 会普遍性很大吗 现在 这种干预倒是常看到 但是 男生有问题的 就像我跟你讲的 其实比例不是那么高 当然还有一部分 百分之十几 是属于不明原因 但是你看 三十加十五是属 其实还是女性的 因为点太多了 比如说一个卵子 一个树卵管 一个子宫内膜的问题 还有一个免疫的问题 还有免疫问题 对 像这样子 其实蛮复杂的 那您刚刚讲到子宫 子宫除了他的本身器官 如果是好的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 导致他的 子宫的里面 非气质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讲 在子宫的内膜 比如说有的人吃了排卵药 或者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他很久都没 没有结婚 没有生小孩 然后他的内膜会变薄 所以内膜厚才容易着床 对 当然就是你温床 这是他床铺 因为你吃排卵药 它会使这个内膜变薄 所以你如果吃排卵药 医生必须去观察 你的子宫内膜的厚度 那你自己怎么观察 精量够不够 如果你的精量变少 表示你的内膜是不行的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因为以前有精致刑仿 或者是你花眼的时候刑仿 那因为你的生殖器有伤口了 所以精益会进去 进去到了我们体内 因为它是外来物 所以你就产生了排斥 就有特种兵专门杀精虫 那当然就不容易受孕 这是一种免疫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免疫的问题 是你自身 比如说我们像有些人 现在有很多自体免疫的疾病 像SLE 红斑性浪仓 类风湿 或者是有甲状腺抗体的人 这一类的人 他的免疫系统是属于比较抗净的 或者是子宫内膜异症的病人 因为他是长期的子宫内膜 产生发炎状态 他就会很抗净 白血球很多 然后金子跟卵子也结合了 那对不起 当他要着床的时候 他是属于半疫体 不能着床 一半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当你一着床 我就排斥 就造成了所谓的习惯性流产 我记得在大概三年前 有一位中国的女性 她在美国 她跟一位男士结婚 因为都是东方人 但是这位女士 她已经 我记得好像 要快要五十了 所以她的卵子 已经不堪使用 所以她就寻求供卵 就是人家提供的 她也找到了 在美国 供卵其实是很普遍的 因为他们也有年纪比较大 才想生的 她就到台湾来 因为才有东方的卵 不是西方的卵 西方的卵 生出来是不一样的头发 不一样的肤色 她就到台湾来 当她要植入的时候 就是觉得这个做出来的 所以很好 但是一植入不成功 还是会排斥 然后这个其实基本上 就是排斥的问题 后来经过中药的去调整 中药有很多的这个安胎药 比如说像桑寄生 兔狮子 你知道桑寄生 它就是别的植物寄生在桑树上 所以她就为有副着力特好是不是 对 为什么她一定要分泌一种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 但她能够让她生活 供她吃 供她住 对不对 兔狮子呢 它也是盘旋在别人的身上 这两样东西都有不胜作用 它非常的适用在排卵以后 如果你着床了 它帮助你 别人不排斥你 让你住 所以这也是中药的 安胎药的另一种用途 其实在我们排卵后 大概有一段时间 就是很短的时间 大概就三五天的期间 是我们的子宫是接受 让人家着床的 过那个时间就不可以了 就她不接受了 这也是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个机制 那么你怎么让人家更能接受 你有时候为什么会排斥 当然这牵涉到 比较深的医学的问题 但是中药对这方面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 就是说 比如阴比较虚的人 他应该多吃一点脂阴的药 或者是卵子比较差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 帮助卵子的药膳食品 食物到底哪些会有帮助 比如说我们的菠菜 或者是我们的红凤菜 这个是帮助卵子还是帮助 它是帮助我们的精益 我们的血会比较多 那帮助精益以外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口水就是精益 所以多打kiss 分泌口水 分泌口水 你的精益会比较旺盛 循环比较好 比如说在血液方面 猪肝也是一个很好 它又有活血的作用 那像蛋 吃蛋补蛋 小鱼肝呢 这也很好 那当归 当然是女科的药药 它能活血补血 在我们寝床上 也都是经常用到它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受孕的计划 就是把自己调理好 对 你要先了解自己 然后你要量量基础体温 一定要量吗 其实量基础体温呢 也有很多人 就是量了以后 那你就会想 你什么时候要做功课啊 那这个基本上 就会有压力了 所以我们会在早期 比如说我们量个三个月 知道它的月经周期的规律 大概它的排卵日 在什么时候 现在还有侧排卵的四肢 这两者并颈 你可以抓到精切的排卵日 那你受孕的激励 就会相对提高 是 所以量基础体温 是为了要确定 自己的排卵日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一个基础体温 对中医的看法 跟西医的看法 是很不同的 那怎么不一样呢 中医呢 可以由你基础体温的形态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能有子宫内谋意味症 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肾气的衰肾 肾阴的状态 肾阳的状态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它情绪的变化 我们情绪不稳定 我们的基础体温也会不一样 那这些 或者是它受孕 它是不是排卵了 这都可以从基础体温里面 去看出一些端倪 要很仔细地去看 是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徐医师 有没有要再提醒观众朋友 对于就是不孕这样子的议题 或想怀孕生一个优胜宝宝 有没有什么样最后要提醒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 当然都是你必须要去注意 要去执行的 之外我们在临床上 因为看很多很多的不孕症 那我们感觉 有很多人到末了的时候 你的心态很着急 因为越没有就越着急 甚至于你花了好几十万 做了试管婴儿 但是还是没有成果 你心里会很着急 我是觉得 小孩是一个爱的结晶 你应该要抛开以前的烦恼 把心情放轻松 跟着爱的感觉去走 你就会有好的受运 是 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也是受益良多 再次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也祝福所有人 想怀孕 都能够心想事成